大家好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三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去观看最新的环球股指分析 会员可以观看 那么今天最重要的是美联储的会议纪要 我们呢也看一下他们里面的主要观点 第一个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官员对6月暂停加息意见不同意 美联储官员在本月的会议上 一致同意加息25个基点 但在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加息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更多官员暗示他们准备暂停加息 最新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 几位预会者指出 如果经济发展与他们目前的预期一致 那么在这次会议之后 可能没有必要进一步收紧政策 其他部分预会者认为 在未来的会议上可能有必要进一步收紧政策 因为他们预计将通胀恢复到2%的进程 可能会继续缓慢的令人无法接受 过去两周一些官员表示通胀和经济活动的放缓程度 还不足以证明结束加息是合理的 但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其他人暗示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不加息 以评估过去加息的影响和银行业的压力 第二 未来的决策将转向更加依赖数据的方式 五月的会议纪要中表示 由于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 石油价格小幅下跌 零售能源通胀的放缓 继续有助于许多发达国家经济体 总体消费者价格通胀的环节 一些外国经济体的核心通胀显示出放缓的迹象 但在劳动力市场吃紧的情况下 核心通胀仍持续走高 因此许多外国央行继续收紧货币政策 尽管如此 由于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和近期银行业的压力 一些央行暂停了政策加息或改变了前瞻指引 一些官员还暗示 未来的决策将转向更加依赖数据的方式 第三 说利率在5%到5.25%见顶的可能性上升 但高于5.25%的可能性更大 会议记号中表示 对公开市场部门一级交易商调查和市场参与者调查的回应表明 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前景的看法与3月份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尽管人们仍在关注预期中的信贷紧缩的影响 受访者认为通胀风险上升尽管低于3月份 受访者普遍预计5月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 并认为由此利率可能升至当前紧缩周期的峰值 受访者认为联邦基金利率在5%到5.25%见顶的可能性 比3月时高得多 然而受访者仍然认为峰值利率可能高于5.25%的可能性很大 受访者预计中单利率将维持到2024年1月份的会议 也就是说后续啊 在接下来这个就是半年多的时间里 有可能还会再加息哈 另外银行股下跌反映对盈利能力下降的预期 但非担忧偿付能力 会议教表示 中小银行的存款外流在3月底和4月基本停止 尽管地区性银行的股价在此期间进一步下跌 但对绝大多数银行来说 这些下跌似乎主要反映了对盈利能力下降的预期 而不是对偿付能力的担忧 市场参与者仍对银行业压力再次加剧的可能性保持警惕 美联储官员对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的信心有所下降 从本质上讲 美联储内部的辩论归结为两种情况 一些成员主张的一种观点认为 降低通胀的进展慢得令人无法接受 有必要进一步加息 另一种观点得到了几位成员的支持 认为经济增长放缓 这次会议后可能没有必要进一步收紧政策 会议纪要中没有指明个别成员 也没有用具体数字量化一些或几位 然而在美联储的说法中 几位被认为比一些更重要 此外会议纪要指出 委员们一致认为相对于美联储的目标通胀大幅上升 这一条跟刚才那个有点重复 但这个从一个细节的角度说 加息的必要性在下降了 对吧 但是刚才那有一条也是类似 但是从不同的角度说的 好 下一个应随时准备使用流动性工具 减轻金融稳定风险 与会者指出银行体系是健全和有弹性的 美联储与其他政府机构协调采取的行动 有助于稳定该行业的状况 但压力仍然存在 一些预会者指出银行部门总体资本充足 银行系统中最严重的问题 似乎仅限于少数风险管理做法不佳 或暴露于特定脆弱性的银行 这些脆弱性包括由于利率上升导致的重大票面资产损失 严重依赖未保险存款或在融资成本上升的情况下 盈利能力紧张 一些预会者强调 他们担心联邦债务法定上限可能无法及时提高 这可能会对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破坏 并导致金融环境收紧 从而削弱经济增长 许多预会者提到必须及时提高债务上限 以避免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出现严重不利混乱的风险 一些预会者指出了美国国债市场有序运作的重要性 或强调了有关当局继续解决与市场韧性相关问题的重要性 一些预会者强调美联储应随时准备使用其流动性工具 以及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监管和监督工具 以减轻未来的金融稳定风险 刚才那个呢是从银行业的角度啊 那这个这一条呢是从债务上限危机这个角度啊 他们都属于金融体系 好那这一条呢也是我们上次货币政策 这个会议纪要啊没有提到过的对吧 那么债务上限又是近期啊 刚刚开始活起来的一个一件事 另外关于这个通胀风险 预会者指出物价压力可能比预期更持久 另外消费者支出强于预期 劳动力市场吃紧 特别是如果银行压力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被证明是温和的 然而一些预会者指出 现在条件进一步收紧 可能会减缓家庭支出 减少企业投资和招聘 所有这些都将支持正在进行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再平衡 并降低通胀压力 那么关于通胀和债务的关系呢 那肯定是希望高通胀了 这个缓解债务的压力 对吧 所以美国包括发达国家通胀高企呢 应该是债务风险导致的 根本上还是货币超发导致的 对吧 当权者肯定是希望维持高通胀 好 另外马斯克评价人工智能行业 说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控制人类的能力 据报道马斯克周二在伦敦举行的一场CEO峰会上再次对人工智能的风险发出警告 称这项技术有可能控制人类 马斯克说人工智能具有控制人类的潜力 它毁灭人类的可能性很小 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 马斯克还称人工智能也有可能掌控所有人类安全的控制权 有效的成为某种超级保姆 他说先进的人工智能存在着消除或限制人类发展的风险 超级智能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你有一个精灵 他可以赋予你任何东西 那就是一种危险 尽管马斯克旗下公司也在开发人工智能 但他一直对这项强大的技术持谨慎态度 今年三月他还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呼吁暂停开发高级人工智能 周二还称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人工智能并不多 但特斯拉使用的人工智能数量非常多 此外他还建议针对微软与OpenAI的合作 以及谷歌和DeepMand的关系 还有还应该有第三家竞争对手 马斯克说我认为还应该有第三家公司参与竞争 OpenAI与微软的合作似乎相当不错 所以X.AI也就是马斯克自己的公司 和推特和特斯拉将来也应该有类似的合作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标普白指数期货下跌0.8% 那么至少我们在K线的强弱方面感受到了多头的上涨无力乏力 为什么呢 特别是我们的科技股 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它有一定的回调的一个 或者说洗一下盘的一个需要 对吧 那么对于标普来说 作为市场的整体信号 这个图很显然多头也需要洗个盘 有人说后续会不会再跌回来 有可能 他只要不涨就会低 有人说这是废话 不是 他为什么不涨 就是因为他感受到了 就是说多头感受到了外在环境的一个不利 他不愿意把钱砸进去 那么因此表现出来就是多头 这个持续性不够 特别是在近一个半月多以来的博弈过程中 多头尽管显示出了一些力的 但是你又给弄下来了 这个是多头不愿意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近半年以来是以做多为主 是吧 但如果看到这种上涨乏力的情形 那我们多头就会降低仓位 就会等待一个可能的空头过段 再洗一下 是吧 或者是看到持续的大阳线 给了我们信心 我们再适当的加藏 那么很显然目前 你看多头又砸回来了 说空头有信心吗 其实空头也没有太大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毕竟是震荡嘛 所以这市场 所以这个市场在干嘛 他在犹豫 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 那么在多头的视角来看 那么上涨的犹豫 犹豫的时间过长 是一件好事吗 也有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哈 因为多头不愿意买嘛 是吧 拉不动了嘛 所以才会犹豫哈 那空头认为是好事吗 那空头当然会觉得 怎么你弄上去 怎么又下来了 那空头可能会略微的提高了一些信心 这就是当前多空双方心里比较微妙的一个情况啊 那我们多头应该怎么办 我们多头呢 应该看向下破位 继续破位的可能性 我们可能会要暂时的减仓 或者是离场 等待新的一轮的下跌的一个止跌波段啊 再去做新的一轮的多头 至于后续啊 它是跌到哪个水平支撑区 或者是趋势线上 或者是更低的一些 几点 或者是再大暴跌 这个跟多头 坦白的说啊 多头只需要跟进 后续下跌波段就可以了 找到下跌波段的右侧点位 它跌多深都行 是吧 市场最怕什么 最怕这种行情啊 好 理解之后啊 我相信大家就明白哈 其实多头再看一看也行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纳指 纳指今天是下跌0.56% 那我们看到今天还是收音线哈 表明呢 纳指近期的这个涨幅 还是相对巨大的啊 应该说 对吧 那它后续给出回撤的概率 应该会比比标普还要高啊 我觉得啊 但是啊 这个绝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趋势线 目前还是有效的 那如果说此轮债务危机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内啊 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呃 延期或者是到最后时刻才呃 这个提高上线 或者是出现什么其他的突发事情啊 那这个市场可有可能会有一些剧烈的震荡啊 啊 那么想要这个科技类的啊 想要直勾勾的跌到最底部 那有点难度 为啥 因为只水平支撑区啊 也很多啊 所以呃 对于空头来说啊 即便是你想去做空 你的预期呢 还是做一些小波段 对吧 有人说他会再回忆到大熊是吗 我觉得对纳指来说 看起来呃 概率应该肯定要考虑到啊 但下行的难度啊 也就是支撑区过多 导致下行的一个预期呢 会谨慎 啊 那他和我们的标普整体表来说还是不一样的啊 好 这就是我们的呃大盘 那既然提到债务 网友问 看一看TLT吧 二十年期的这个国债啊 咱不管啊 这个图呢 我们其实老早就开始关注了啊 那事实证明市场一 在呃 一个窄幅的区间内啊 进行震荡 我们的技术原理是什么来着 我们先不要管基本面哈 什么债务这个那的哈 不管 那么技术面反映的是啊 在这样的一个窄幅区间内进行震荡 因此呢 对于多空商方来说 你应该找到止跌的点位去尝试啊 止跌的架构啊 去尝试做多 应该在阻力区做空 是吧 来回做 直到他去破掉这个水平的支撑位 破掉这个阻力区啊 向上或者是向下 对吧 哎 这就是震荡行情的做法 至于债务到底会是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哈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你看 刚才美联储啊 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耶伦天天都在张罗啊 包括啊 当前的政府和呃 这个众议院啊 也在讨论啊 对吧 到底怎么样 另外呢 债务啊 美债呢 不光是美国国内啊 对债务的一个观点 还有其他各国对美债啊 是否增持和减持 它都会有影响啊 那么增持和减持 不光是一种金融决策哈 更更重要的是一种国家战略哈 不管是对美国自己来说 还是其他国家对美国来说啊 都是一种金融战略哈 国家战略 好啊 那么按照技术面还是比较简单的 等待止跌的可能的架构啊 去做多 那跌破呢 跌破就画好下跌趋势线啊 就行了啊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热门的标的 呃 那么今天市场呢 看起来很空头很强哈 但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强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半导体行业啊 我们今天盘前呢 对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做空类的指数 做了一个调整啊 由于啊 他创了一个新的低点 下跌趋势线会在这里 我们说如果你要去做多的话 你的预期在技术面上 仍就是先看一个反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啊 说现在的债务危机 还不一定怎么样呢 有可能会暴跌 也有可能就是无序震荡啊 也有可能涨 都让你说了 没错 就是因为都让我说了啊 所以我们说啊 要维持技术原理的一个纯粹啊 先预期一个反弹 那么能不能上去 就要看接下来的一个 在临界位置的反应了 对吧 好 这是做空 我们看一下open open呢 今天还并不是太悲观啊 收阳线上涨4% 按照我们的趋势线呢 目前还是有效的 因此多头可以再拿一拿 看一看 为什么 因为今天大盘跌的力度 还不是太强啊 特别是科技类的啊 所以看能不能再往上推一吐啊 走起来 一旦走起来 也可以去测试高位啊 说为什么大盘跌 个股还有涨呢 大盘跌代表了 大盘所有股票 它整体上是跌的 但里边不乏有个别的上涨 对吧 我们看木头姐重仓股啊 哎 昨天盘前我们还觉得有点悲观的 怕跌下来 哎 今天还冒上去了 可见技术分析还是有效的啊 也就是说呢 市场有相当多的资金的 也没有完全按照基本面去操作啊 就是按照短线的技术面去做的 那这个头呢 应该做多啊 好 继续继续持仓就可以了 对吧 好 我们看另外一个也是 突流啊 突流这也是啊 那么之前我们说啊 突破第二浪指跌 走起做多 那么现在呢 应该继续去做多啊 那中间有回撤呢 回撤指跌再去做多 也可以 对吧 去测一下高位 那这样的话 这就是一个双重大底了啊 左底是一个这样的复杂形态 右底是一个V V上去了啊 好 好 网友问LDI LDI你看刚跟刚才那图有点像啊 我们再画一个阻力区吧 脱破回踩指跌 你不用看太细 你就知道啊 脱破来回踩指跌 震荡上行的 应该怎么办 应该画一个趋势线去跟一下 就可以了 我看能不能再谈一谈 马上走 呃 对于SQQ来说 我们今天盘前特别叮嘱了网友啊 你的第一预期是一个反弹 你要去做左侧点 就还是这样的中性预期啊 那么做右侧交易者呢 要等待右侧直接才能做啊 呃 对啊 因为我们科技股还不一定怎么地呢 假如说美股大盘整体低迷 那有可能涨的还是科技类的 对吧 还有一些个别的中小盘 因为盘的小容易 对吧 被被被拉升吧 好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呃 英伟达今天盘后应该是要出这个财报哈 呃 这个大家大家自己看吧 现在相新闻层面还没有出现啊 没有出现啊 呃 不管啊 那这个图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呃 我们把均线组调出来 那今天呢 还是踩了一些二十的均线 那如果财报 不管是利好还是利空 他大暴跌的话 那明天我们就要啊 更加审慎的去看待这个图 那如果是大暴涨呢 呃 大暴涨 那就涨了 那也没办法 有人说啊 已经开始慢慢的减持了 卖总是对的哈 不管是什么地方卖 总是对的 对吧 不卖也可以再拿一拿看一下 那如果大暴跌 那大暴跌 再看一下明天的表现了 对吧 现在呢 今天这根k线虽然是微跌 0.49% 但又谈了起来啊 表明这个注顶呢 也不一定是注顶 就是无需震荡 对吧 也有可能震荡行情啊 所以科技类的并不一定会走强势的这个大空头啊 好 网友问一个B个C哈 B个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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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图 是下跌 居然 那左侧呀 又有左侧抄底者了吧 那我其实不分析这个图 你也应该知道 左侧抄底 你的预期是什么 是吧 你等待右侧呀 你是不是左侧抄底 又想让我告诉你啊 他一定会上去 我可没有那个本事啊 他一定会把这个大型下跌居然给突破上去 我没有那个本领啊 看你有没有足够大的资金量了 我看一下这市值 不行啊 这市值5.89个亿 除非你有一个亿资金啊 把它弄上去 否则比较难啊 500万 1000万 美金啊 把它拉上去 我看你能有没有具不具备这个能力啊 不具备的话 你就老老实的按照市场的反弹去一起 所以有没有可能突上去 当然有可能 因为最后一次就要突的啊 哪一次是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哪一次 好 我们再看一个特斯拉哈 特斯拉今天啊 也是大幅下促啊 但是又谈了起来 表明呢 这确实在短线范围内有按五浪架构去预期的哈 但整体上呢 啊 由于啊 又有超低者进度啊 所以呢 至少呢 要再次二次测试这个 大五浪的一个啊 就是这个技术位的一个五浪的一个双重点 对吧 可能啊 要自己测试一下 好吧 也就是说还要再涨一涨 好 这是短期的范围啊 那么中长期呢 目前还没有完全跌破 我们最下边这个 或者说这个修设线没有被跌破哈 所以暂时还不用理睬啊 呃 那么 其他的图 我们看一个这个微软吧 微软今天跌的也不是太大哈 按照具线组的话 也还没有碰到二十字具线 所以多头稍安勿躁啊 还有这个谷歌 我们看一看啊 谷歌今天跌的也不大哈 啊 有可能要给是洗盘哈 有可能给洗盘 多头呢 如果怕的话 可以适当少量减仓 好 我们今天先说这么多 我们盘后再看哈 啊 不是盘后 我们明天盘前再看哈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拜拜